喜丽丽,我是专码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使女的故事》第三季第三集 最近,小琼总是盯着街边吊死市众的女佣尸体们发呆 因为家里的独眼女佣不见了 独眼女佣是五月天老干部了 在上次藏匿逃跑女佣的事情之后,她就不见了 小琼很害怕,是被大胡子主教举报了 大胡子那晚上分明威胁过独眼女佣,说讨厌被骗 大胡子的行为实在难以捉摸 她得出一个结论,与其提心吊胆猜猜猜猜 不如找一个强大的盟友得到庇护 这天,《芝加哥圣战》的战略会议将在大胡子家举行 弗雷德主教也来了 弗雷德主教因为第一集的事情被降了职 如今莎莲娜也不肯回家,她有些焦头烂额 小琼借着关心莎莲娜和弗雷德攀谈 趁机问起了大胡子的八卦 可惜弗雷德也值之甚少 看来弗雷德并不能成为靠谱的盟友 开会期间,大胡子点名要求小琼来给指挥官们倒酒 指挥官们在讨论着如何处置芝加哥女性战俘 大胡子提出,女人有时候也会很有用 当场要求小琼替自己在书架上拿书 激烈国女性不得阅读 在一屋子指挥官的注视下 小琼只能像个文盲一般 听从大胡子指挥,右边书跪顶 左边堆叠,黄色字那本 嗯,真乖 看吧,女人也是很有用的 小琼也只能吞下这份耻辱感 逼宫逼近地退出房间 沙莲娜娘家那边,傻妈每天都在变着法子 劝女儿别再生无可恋 这天,她叫来小姐妹们和牧师 办了一个小型祈祷会 沙莲娜本身很抗拒的 但妈妈又是给自己弄来了新衣服 又是做了个小拇指套 她还是决定给妈妈面子应酬一下 但刚来到祈祷会,她就后悔了 妈妈竟然把自己失去孩子 以及和弗雷德的矛盾和所有人说了 牧师硬是把沙莲娜拉到中心 接受大家的祈祷 妻子要顺从丈夫 如同我们顺从主 回后,沙莲娜责怪妈妈对朋友说太多自己的事 妈妈却震慑指责女儿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 到现在了,还想着事情都要如自己所愿 在激烈国,女人什么都不是 沙莲娜只有待在弗雷德身边才有意义 妈妈已经没有耐心顾及女儿的情绪 人也是你选的,孩子也是你送走的 有什么好自怨自已的,赶紧洗洗睡吧 而另一边,好丈夫弗雷德也在努力练习着哄回沙莲娜的对白 瞧着粉红色的灯光 你没想错,他在国营妓院拿妓女练手呢 大胡子主教家,小琼尽量平复情绪为大胡子端茶送水 大胡子位高权重,也是好的盟友人选 大胡子却首先挑衅 现前小琼和弗雷德眉来眼去,他都看在了眼里 他觉得小琼认为自己善于搞人际关系 让别人喜欢自己就可以达成目的 说到底,还不是借身体来上位 可惜他不吃这一套 小琼果然被戳痛了,狐狸全开,开始回怼 是男人容易分心,一直力薄弱 而你大胡子一边做着主教为激烈国提供治国方针 一边却内疚害怕得不得了 所以才偷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帮助爱美丽叛逃的吧 大胡子言真表示,自己帮助爱美丽叛逃 是因为觉得他有才华,非常聪明 做教授可以让他做出更多对世界有用的事 而不像小琼,狗狗声声说为了女儿 但女儿现在在老麦家明明更好 麦夫人是个更合格的母亲 原来大胡子早就阅读过小琼的人生履历 当小三忙于工作忽视了女儿生病 甚至只是编辑些没人看的书等等 在他看来都是对社会没用的污点 扩充人类,创造一种为了全人类只有大爱的人 是大胡子的行为准则 在这个标准下来看 大胡子之前的行为稍微解释得通了 他吸财,所以帮助了爱美丽 他看到了小琼的独特 所以选了他来自家做使女 但他也瞧不起平凡普通的女人 所以陌生女佣等人的生死 他毫不关心 听起来是非常高高在上 为了全人类的延续 可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普通人啊 小琼到底还是胆子肥 他要怼大胡子凭什么按自己的准则 来决定人命生死 如果没有你写的那些书 激烈国也不会存在 你做的事比平庸的人一事无成 可怕一百倍 看来聊不下去了呢 大胡子带小琼来到了一个隔离区 里面关满了女人 说这些人明天就会被送去殖民地 和盼无器凸行一个意思 大胡子有权利选走五个人去做女佣 女人们的履历被丢到了小琼手上 现在选人的机会在小琼 就五个人或是杀死全部人 你又想按什么准则来决定人命生死呢 这是比火车难题还困难的题目 因为需要peak 小琼不想背负这样的压力 他拒绝了做选择 深夜 尼克悄悄过来见了小琼 下午作战会议的时候 尼克也在场 他已经升职当上了指挥官 以后我们就不能叫他司机了 小琼想要尼克带自己和汉娜离开 但尼克必须连夜去芝加哥前线部署 这是过来道别的 意识到情绪太大了 小琼还是主动软了下来 毕竟尼克是自己现在最大的靠山了吧 清晨是阿莲娜来看了小琼 两人说着对尼克的思念 聊起要为了孩子改变现状 他还是不得不回到弗雷德身边了 而这次谈话让小琼找到了盟友 不是位高权重或是迷恋自己的男人 而是在激烈国被压得不得动弹的女人们 夫人 使女 女佣 女人无处不在 女人服侍男人 取悦男人 也研究男人 当女人完全掌握了男人们的情绪 那就将掌握主动权 小琼看完了即将去殖民地的女人们的履历 选出了五个可以留下的人 一个工程师 一个程序员 一个记者 一个律师 一个小偷 他们将会是下一批五月天前线的生理军 既然我们还战胜不了恐惧 那就先利用恐惧便强大吧